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啊 如果他要吃海鲜 那他自己备业 跟你没关系的 因为你这个工作是这个性质 而且是偶然的 也不是经常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 这就没关系 好吧 好的 感恩 师父 师父 怎么样才 有同学问师父 怎么样才算是上师父 跟着师父上法船呢 是跟着师父念心灵法门 然后学了心灵法门 许愿是常处的 或者是一定要拜师了 才能够算上了师父 跟着师父上法船呢 三四个情况都要做的 首先呢 上法船 首先要许愿 对不对啊 念经 放生 其实放生里面就包含着吃素了 明白吗 你说你经常放生的人 你还会再去吃昏豆啦 去杀生啦 对不对啊 其实放生就是启发人的一种慈悲心呀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概念 那么我问你 你开始学佛了 拜佛了 跟着师父修了 师父已经上法船了 师父弘扬的是什么法 是佛法 那么你跟着师父一样一起在这个弘法道路上在前进 师父上法船了 你以为还要真的去弄个船啊 明白了师父 明白了师父 师父 请师父给一个几个同修的梦 请师父慈悲开示 有个同修呢 梦见师父穿着白色的衣服 然后呢 黑色的大衣 然后来跟他说 那个梦境很清楚 来跟他说 他的宿命只能够活到 只能够活到自家四年 36岁 他现在本身是34岁 他师父跟他说 能够活到40岁 他现在目前是34岁 啊 师父 师父 啊 他现在是34岁 跟他说只能活到40岁 还有6年 对 对 这个都是真的 百分之一百真的 如果这个6年 他不当心的话 那肯定死掉了 到了时候再死了 没办法了 嗯 师父跟他说 要多多做功德 还有放生 要上法船啊 嗯 那他就是说要 嗯嗯 要拜师吗 师父 他还没许愿吃素 你不许愿吃素的话 以后的 以后都不能拜师 他慢慢的 越来越严格了 嗯 嗯 师父帮人家背的 已经背不动了 真的 嗯 嗯 嗯 明白了师父 因为现在 现在要精益求精了 大浪逃杀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 啊 很多人到最后不好好学 师父也蛮伤心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 慈悲了 嗯 师父 还有 呃 有一个同修呢 他梦见他的 自己的爷爷 呃 来跟他要一万块金币 但是本身 在这件事上 他爷爷还活着 过后呢 他今天晚上梦见 明天他爷爷就 呃 跌倒了 那是 那就是 这还不懂啊 他爷爷身上的灵性问他要啊 嗯 你不给的话 接下来 你如果不给的话的话 接下来 他就让你看到他爷爷跌倒的情况了 嗯 那他应该要念多少呢 师父 一万张的话 你至少给他念个一百张啊 一百张 嗯 或者就是给他念 先念四十九张 看看 啊 再念四十九张 看看就差不多了 我想 嗯 嗯 明白 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还有一个男同修呢 梦见一个女同修往生 在这件事上 女同修他还活着 但是自己那个时候呢 他本本身也是梦见 啊 他叔叔叫他帮忙 啊 买一条名牌的手表 还有一个小船 嗯 对啊 嗯 就是这样啊 那 嗯 这个就是 这个是另外一个梦 啊 这个另外一个梦 啊 这个另外一个梦 如果在梦中出现一些名贵的东西啊 说明他的运程在转变当中啊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师父 还有另外一个同修呢 他又梦见 啊 去到一个地方 很美的地方 然后很漂亮 很多元 然后就看到观世音菩萨 跟很多仙人在讲话 但是呢 那些仙人在记上菩萨说的话 但是那个同修呢 又听不懂 菩萨在讲的语言 那个是 那个是什么 那个这个 啊 他记住了 菩萨的语言他当然听不懂啊 你经文你听得懂吗 哦 听得懂吗 你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听不懂 你只要一念 你这个跟菩萨的message 这个match一下 就是对合 合合一一了 合二为一了 那你就接到菩萨的气场了呀 对不对啊 你打通电话 你就跟太阳接上气场了 你就是打不通 你也在接气场啊 很多人 很多人打不通的话 他也接气场啊 一边念经 一边打 有什么不好啦 嗯 听得懂吗 明白了 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还有帮忙姐姐剪一个梦 姐姐呢 梦见有一条活生生的鱼 啊 在他的面前摇着尾巴 啊 摇啊摇 吐出了两个新的铜笔 然后再摇啊摇就缠了很多铜板 那个时候呢 姐姐的意念就想要和姐夫一起去放生 但是缺少了金钱方面 然后呢 姐姐看到了那条鱼 摇了很多铜板出来 然后姐姐就跟姐夫说 啊 要我们有足够的钱去放生了 然后姐姐就去买了一 呃 一把个 一个车 车子的鱼 然后就去放生 然后姐姐又很高兴的跟其他的同修说 啊 这次有 呃 有足够的钱去参加 啊 师父 香港和欧洲的法会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 这个意思已经有 已经有财神菩萨在保佑他了 在帮助他了 哦 哦 又会有偏财运的他 嗯 哦 明白了 师父 明白了 师父 还有 等一下 师父 师父 还有一个同修呢 他梦见师父微信给他说 要念三千张小房子 但是他本身 他是 呃 没病没痛 现在还是有有觉 叫他念 叫他念 等到节来了就来不及了 从现在开始就念 又许三千张吗 师父 对啊 师父在梦中给他点名三千张 他就必须念 我是 这个师父在梦中就提醒他 三千张小房子念完了 一个节可能就过了 否这么一条命没了 嗯 明白 师父 师父在请师父持败开始 如果我们帮人家念小房子会悲业 那我们如果念给亡人呢 也会悲业吗 帮人家做善事总归会悲的 要帮助人的人总归会悲一点的 听得懂吗 你念的多吧 亡人超度了 你就有功德了 但是没超度走 你就还是帮人家悲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师父 嗯 师父 弟子的问题已经用完了 今天感恩 师父 准备开始 感恩 师父 准备开始 感恩 师父 照过程序 拜拜 师父 拜拜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fifteen... 嗯 师父 嗯 嗯 嗯 师父 生日在等你电话了 我打了好几个月了 嗯 哦 嗯 太激动了 电话线不大好 讲吧 我等着呢 你的小丫头 你的嘴巴不要靠近话筒 太静啊 气场兮兮的 对不起 你再讲重新讲重新讲 对不起师傅 我是2015年的时候 打通您的那个 图腾电话 您当时说我儿子 就是因为家族的杀业嘛 就是说 那个当时他四岁 然后您说到了 七八岁的时候 会有一个结 就是一下子就像变成神经病一样的 然后您当时还问我孩子睡觉 就是一蹬腿 就是蹬不蹬腿 然后我当时还说没有 但回家我一观察 他其实真的是蹬腿的 就是试着试着觉就像抽筋 就使劲往下一蹬 然后试着试着觉就一蹬 然后我前两天就做了一个特别不好的梦 就梦见 就是在一个水缸里 然后挺身的 然后一只手伸过来 然后我这起来就是他 然后我就是早上六点多钟就吓醒了 后来我就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就许愿给他放上三千条鱼 然后印一万块钱的经书 就是红法读人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然后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主要是念小房子呀 那像他这种情况 他又要多少张呢 师傅 像这种至少要七百张 七百张啊 就是我从打电话 就是打通的时候 然后一直给他读 可能读了有个四五百张 对 额外的因为这件事去求 但相信他现在正好是出于七八岁的 就是您说的那个 那个现在的年龄 说别当心啊 说别当心啊 一不留神的话变神经病了 灵性会上升 就是说他到这个节的时候 灵性就会上升 明白吗 明白师傅 他有的时候就是 就会突然说 就是我们家应该气场还挺好的 因为那个乡经常打卷 他就会说啊鬼啊什么的 看见了啦 然后还会 然后还会经常就像 他就七八岁了嘛 然后还会经常装的很小很小的小孩的样子 说啊什么什么不要 这就一下子好像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已经被师父说准了 这要命了 哎呦 你那这么多年我跟你讲了之后 你一共念了几张小王子啊 可能应该也念了四五百张 就是但是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许愿 就没有说 就是我进来了心里就特别难受 就每次好像就非常回避这个天 就是这个这个事情 就像老想觉得 就老想把他忘记的 你想忘记啊 你可以把你以后 还要在人间终有一天死亡 你也忘记好了 对不起师父 鱼吃的不得了啊 真的 是啊 你忘记他也会到的 听得懂吗 现在来了 我告诉你 现在已经来了 太阳在几年前讲到这个事情 是啊 我知道师父特别厉害 所以然后我也不停的给他读 就是每周差不多能烧个两三张 三四张这样 但是没有这件事 完了完了完了 每周两三张 一天两三张都不够了 每周两三张 我就看你做得出来 你好了 你儿子现在有灵性了已经 那怎么办呢师父 七百张啊 我要教学外的许愿 七百张啊 七百张是吧 我早就跟你们讲了 我提早提醒你们 你们要特别重视 不要等到事情来了 发生了 才重视 来不及了 师父 我那个时候太愚痴了 我就觉得就是 当时听完了心里 因为他就很聪明 那个小男孩 我就会觉得 就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就是一直很回避的那种 你去看吧 再过一段时间还要厉害了 不要吓我师父 我马上那个 我吓你 我吓你 你儿子会越来越好的 像个小生团一样 好吧 师父 你要掩耳盗铃吧 你去掩耳盗铃吧 业障在身上 你不把它削掉是不行的 知道了 师父 弟子太愚痴了 已经来了 我告诉你 当然师父 他变了个人一样的 就是你就知道了 已经有灵性了 听得懂吗 他是跟我说 他学探班机的一个小孩 就他们班小孩 有一个从日本回来 说话也说不清楚 他就天天学 然后学的那个样子 就也不像他自己 我说你怎么有的时候 都感觉妈妈 像你不像自己了 不认识你 然后就撒起椒了 就像一岁小孩似的 就一下子就好像 我说你要干嘛呀 这是 你现在知道就好 那我知道了 师父 那我都跟福德 许愿七百章 根本不是他自己了 已经 明白吗 师父 这个就是家族的杀业 是吗 对呀 家族的杀业 我早就给你看出来了 家族的杀业 会抱到子孙万代身上的 所以子孙后代 所以很多人 自己在杀业的话 不但影响到自己找死 还要影响到自己孩子 外皮子外眼 出车祸 全部都是爸爸妈妈 所以人家说祖上不积德了 遗害后代了 真的 听得懂了吗 你看我们现在都在学博 对不对呀 对你们的后代都有好处啊 嗯 师父 那我给他读七百 七百章 他能那个化解这个 就是七八岁的这个节吗 你自己说嘛 你要快呀 你一个星期念两三章 你不是开玩笑啊 没有 现在我就是从那件事以后 应该有两个月以前 我就许愿就是二十一 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 这么一波一波给他烧 已经烧了 我妈妈也帮他烧 烧了五个二十一了吧 嗯 抓紧吧 抓紧吧 好吗 好的 感谢师父 我知道了 师父还有一个 就是我是去年十二月去马来西亚参加法会 然后我当时回来就是一月一号上投乡的时候跟菩萨说 我说我我就是如果命里有第二个孩子我也不要了 然后就是学佛念经 然后把这一个孩子就是培养成人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又加了一句 我说要是呈现再来的菩萨 那个如果投胎的 就是我不拒绝 然后我那时候就许愿终身持全素了 以前是一年一年许的 比如说二零一四年持全素 一五年持全素 然后后来就没几天就根本也不可能怀孕上 然后就就怀孕了 这个孩子是否是成愿再来 如果你这么讲的话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天上的小菩萨都下来 因为末法时期嘛 末法时期大家知道最后时期 所以能救多少救多少的 为什么师父不要命的在救啊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反正我觉得他挺乖的 就是也没让我难受啊 然后我每天体力各方面经历都很好 我告诉你了 好好做功德吧 不能协赢 明白了吗 明白 除了生孩子其他的不能作为一种快乐的事情来做的 否则的话就是叫协赢啊 明白师父 明白师父 明白师父就是还要注意什么吗 怀孕期间就除了就是没有就是不能同房 然后就是 念经许愿放生 绝对不能同房的 听得懂吗 怀孕期间的话 明白师父 生出来的孩子拉的一头啊 头上一塌糊糊的 脏的呢 所以你去看很多孩子脸上脏的呢 有八八快快的就是 人家医生一看就知道了 听得懂吧 是 现在到时候的小孩确实是感觉头上都是一块一块脏的 现在知道了吧 就是说已经 太太已经 已经 已经 已经怀孕了 还要做那种事情吗 那个头上都是 孩子就是身上都脏的来擦糊 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像这种 就是我们怀孕的孕妇给孩子每天读21遍心经 7遍大堆做够吗 够了 每天吃一个鸡蛋 蛋清 蛋黄有很多的营养 然后嘛 吃一个苹果 维他命C和I都有 而且呢 自己要多吃 多吃一点芹菜 因为 认成期的时候 血压会高 还有吃东西要 一会儿吃 一会儿吃 不要每次吃的太多 因为 认成期的时候 会有 假性的血糖高 明白吗 明白 还有睡觉 要左睡睡 右睡睡 不要对着一个地方睡 否则的话 孩子在里面长的是扁头啊 身体 哦明白 都有敲门的 明白了吗 嗯 师父太慈悲了 感恩师父 喝水 喝水也是这样的 不能孤独孤独一下子喝下去 要慢慢的喝 他就像淋浴一样的 他在里面淋浴的话 你慢慢的喝 他就慢慢的沐浴 如果你 蹦一下子喝下去 那就是山洪爆发 听不懂啊 哦 明白 明白 知道了 感恩师父 师父还替一个同修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是那个 给那个丈夫 就是念了有四年的 劝导声文了 还是没有任何用 然后他就想知道 是继续再念下去 还是 停一下 我们有一个伯友 八年孩子才信佛 这有什么习气了 那就是说 他的缘分不到 对吧 还没到呀 你不停的烧水烧水 你烧到最后 怎么还烧不开 你不烧了 你就永远不会开 人家再烧烧烧 可能就是最后这几分钟 水烧开了 这还不懂 明白了 师父 还是要持之以恒 坚持下去 对吧 你不要持之以恒 你就永远得不到呀 好了 明白 师父 师父 最近还有好多 就是以前的老同修 有几个退转的 就是他们都是 就是去了 就是一个庙里 然后就听到法师说 什么大菩萨都不显神通 然后他们就都开始 就是有几个 然后一个带一个的 就开始怀疑 师父的显神通 然后后来我就说 我说那你都 梦法时期了 下根器的人 不显神通 到底怎么能信啊 这也是梦法救人的 一种方法 然后他就说 那你看以前的 什么印光大师啊 什么这种 就是人家大菩萨 都不显神通的 然后说 那鬼神啊什么的 也都会显神通的 你问问看 你问问看 他懂不懂啊 你问问看 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神通 你去看一看 佛陀传里面 佛陀有没有神通 对哦 一匹牛过来 佛陀把一个手 这么一按 这个牛就不动了 你看见过没有啊 你叫他好好看看 所以记住一句话 要自己要有悟性 要学师父 我不去讲你们 但是我可以 对吧 弘扬我们自己的 这个这个这个法门 这完全是合法的 但是我不去讲 人家的法门好坏 明白了吗 是 明白 是这样 智慧啊 傻姑娘 你自己坚持就好了 你得意了 你开心就好了 对不对啊 现在有很多人 不就自己 已经开始一塌糊涂了 又又又又要回来了 那我怎么办 这么快就赚一个万就回来了 这么快啊 好几个人出去 这么快就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学佛学法的人多不多了 进来的多 还是出去的多了 想一想就知道了 好了 感恩师父 我知道师父的这个是 特别好特别好的法门 而且我们全家也都在受益 受益人多 特别感恩师父 会有一千万人 好了 好的师父 我今天的问题没有了 然后师父保重身体 别人多问一些 再见 感恩师父 喂你好 哎呀师父 师父好 师父亲爱 你好啊 师父好 师父 那个我先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请问师父 有个同修是龙宋台 他们两个有一个棒锤 然后哥哥出生不久就去世了 他母亲把棒锤削了一个小块 给他哥哥陪葬了 剩下的棒锤就给他这个同修了 然后几十年了 一直用红布包着放在家里 他一看到就害怕 这么多年身体一直比较弱 从头想问师父 这个东西他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这棒锤谁给他的了 他的妈妈 这种东西不能用了听不懂啊 是他也知道 但是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怎么处理啊 念几张小房子包包好吗 扔掉了呀 人家骂人呢 人家说活棒锤 棒锤就是 哎 不讲了 是 对他就是这么多年 就身体一直不好 知道了还要这样 人的执着就是知道了还要做 明明知道抽烟不好还要抽 明明知道喝酒不好还要喝 明明知道去去去去搞男女关系会倒霉的还要去倒霉 现在明白了吗 嗯 是 嗯 那师父他念几张小房子比较好呢 他念几张小房子啊 他想想建这么三张就够了 啊 就给他自己要金者就可以是吧 啊 啊 啊 好 谢谢师父 那个师父先跟师父 呃 分享一下就是 呃 我我外甥就是我姐十年不怀孕 然后菩萨丝碑给的那个孩子嘛 嗯 然后那个那天他晚上就是用手就挠脸嘛 就把手指头处到眼睛里了 然后就一哭一会儿当然就睡着了 然后就晚上一醒就哭 然后也不睁眼睛 就一个晚上也没睁眼睛 然后到了那个早上之后就把也一直没睁眼睛 就看见他那眼皮就红那种的 然后我们就挺担心的嘛 怕他把那个眼球给抓坏了 就想着一会儿不行 就得去医院 然后看着看怎么那个路了 然后然后我就去那个佛台前 我就求观世音菩萨保证他那个眼睛 能够好起来能够睁开吧 然后给他念了几遍大悲咒 然后过去 嗯 就就就是 求完之后 然后就马上过去看他那眼睛嘛 我们就发出他那眼皮 不红也不肿了 就是 然后就自己慢慢的一点点一感 就把眼睛也睁开了 嗯 然后就是 嗯 就是真的是观世音菩萨特别慈悲 就每次求菩萨 菩萨真的就是 嗯 叫妈妈 孩子叫妈妈妈妈 真的挺能见的 对啊 然后他就是他 嗯 他他脸上长那个湿脸 然后就热一点吧 就红 然后就 嗯 那天给他放完生以后 然后就不红了 湿脸一下就很多了 然后他嘴里面长那个额头疮 放生那个 第二天以后 就就马上好了 真的是 三大法宝真的是特别灵 真的是 屠杀 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豪华门 对啊 这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 很多人自己扔掉了 又可惜的不得了啊 没办法 真的是真的太可惜了 真的 嗯 我 嗯 不适合 嗯 没办法 嗯 是 嗯 再跟师傅分享一个吧 就是我姐 她在那个怀孕 两个多月的时候 就是有一天吧 就像流产似的 然后就 就 就流血 然后就 吓得不血 就马上去医院检查 然后那医生说 就这孩子可能 说在子宫里面 有那个血块 就可能 这个孩子可能就 保住的可能性不大了 挺大的一块血块 然后 然后我姐就哭得不行嘛 然后就 就婚家了 然后那个 当天晚上 然后她上厕所 然后又留下一个 很大的血块 然后就 她就以为 那个是孩子留下来的嘛 又就是哭得 痛苦欲绝的 然后我 我跟我妈妈 然后就在家 就上乡 然后就求观世音菩萨 嗯 说跟菩萨发愿 说那个 这孩子如果在肚子里的话 我们两个就去 嗯 我们也去医院 渡那些不怀孕的人 然后那个 血缘丧生 然后那个 我妈就求观世音菩萨 求菩萨的 跟我们 出了一个梦 说告诉这个孩子 还在不在肚子里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就做梦了 就梦见观世音 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 然后就跟我说 说她那个孩子 还在肚子里 让她好好保胎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马上告诉他们 我说菩萨说 那些肚子 那个孩子还在肚子里 你赶快去医院吧 那个让你好好保胎 然后她就去医院 做了一个壁钞 然后那个大夫说 孩子孩子真的还在肚子里 然后说那个 而且那个孩子长得很好 发生比第二天还长大了呢 说 倒是挺神奇的 觉得那个血块 那么流那么多血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孩子还很好 一点都没影响到他 真的观世音菩萨 你知道过去啊 好几次都是 过去如果有个血块流了 可能就一个小手就没了 生出来就是拐胎了 过去 哦 是的 是的 就是她那个 而且流那个 跟那孩子那形成有点像 然后 我们当时都吓坏了 都以为说是孩子 菩萨保佑 然后我们觉得 真的是菩萨保佑 真的是美 但是有的时候师父真的也是 师父都来加持 师父法身 师父所以这么忙啊 忙得不得了 对呀 师父真的 生法身都那么忙 对啊 反正师父这么好的师父 真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么好的反正 我觉得不学真的是太可惜了 而且学了 如果再不学了 更可惜了 你让他们后悔去吧 有的后悔 我告诉你 在世界上什么药都有 就是没后悔药 所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让自己后悔 你就是对得起自己 嗯 是的 师父 嗯 感恩师父 好了 嗯 师父 还有问题要问师父 就是有位同学的家人往生了 同学想问师父 除了念大悲咒 心经理佛 给亡人 同学在亡人 往生八小时内 要念阿弥陀佛经吗 如果要念诵 要念多少遍 念诵的同学需要注意什么 最好就是他相信的 他自己相信阿弥陀佛的 你再念才有效果 他什么都不相信 你念阿弥陀佛的话 接不上去的 不可能的 你还不如给他 好好念念 心经大悲咒 让他能够投胎 或者到天道 只能这样 你说他跟他不相信的话 你念阿弥陀佛 他会有感应的 不再也不会接他 没办法了 白念 这样阿弥陀佛 那明白了 谢谢师父 师父有一天我上乡的时候 就是在佛台前 我就提问我说 为什么师父这么坚强 这么能吃苦呢 然后就是一年中就出现这句话 因为他的心在六道之外 外物为心所造 一个人的心力非常重要 心有多大 道场就有多大 师父 谢谢菩萨把我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这都是我心里的 因为不管什么事情 我为什么怨力这么大 我为什么能吃苦 我根本不在五行中了 听得懂吗 我这个把人家看得很淡 什么名利 名文立扬的 你不要在这个人 你的心不要在人间里边 你当然跳出来了 你当然就不会为人间很多事情大烦恼了 听得懂吗 嗯 那师父那个 我们如何增强我们的心力呢 好好念经呀 心力 心力怎么增强的 学习 做 对不对呀 信愿行 有信心 有愿力 要有行动 你这个人不就是 什么都好起来了吗 我问你 师父有没有信心啊 有信心 要救度众生 有没有愿力呀 天天度人 救人 是不是愿力呀 师父每天在行动吗 对呀 每天在救度众生 在行动啊 所以心愿行就行了吗 对不对呀 嗯 是 嗯 谢谢师父 嗯 师父 其实让我们用心做事 是不是当我们用心做事的时候 佛性就会显现出来 用这些剥热智慧根本质 得做出来的事情 就会比较重 比较如理如法 对呀 你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非常对的 嗯 哦 嗯 非常好 谢谢师父 嗯 嗯 师父就说那个放生可以延寿 那发现吃全素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延寿啊 当然了 一样延寿 嗯 嗯 啊 因为这个延寿小时根据自己吃素的年头 呃 一点点递增的还是 对啦 我发觉你是有点开悟了 哦 你发现只不过信愿的第二步 你行动了 你才会真正的延寿 明白了吗 哦 哦 哦 还是要看自己具体做的这个 对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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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 嗯 呃 师父这人普遍都有一个痛命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那这种是一种裂根性还是什么呢 好了伤疤忘了疼因为是人 这人本身的弱点 也不能说裂根性 因为人的弱点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听得懂吗 嗯 因为人本身就在进步当中 人本身就在前进 所以在前进当中他很容易忘记过去的 明白吗 哦 但是有的人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将来 而有的人忘记的过去 他继续他过去做错事情的再版 那就叫重涛覆辙 明白了吗 嗯 哦 哦 哦 明白了师父 那师父精进大精进和勇猛精进的区别是什么呢 大精进就是拼命的往前走 勇猛精进是不要命的往前走 呵呵呵 哦 师父就是就是勇猛精进 哈哈哈 不要命的修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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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的 舍去自我 嗯 佛陀当年就是这么舍去自我的拼命的救啊 否则可能了 在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当中 能够把这么伟大的一个佛法 能够传遍全世界啊 你知道吗 嗯 真的是 师父也是这样 争生亏秒 抓紧一切时间 就是在机场都为我们开始 你现在知道 全世界有多少人修心灵法门 不就是拼出来的 你今天在家里睡觉 你哪能让人家得到这么好的法门啊 嗯 是 爱拼才会赢 呲啊 要呲出来的 福建人叫呲啊 爱呲才会赢的 哈哈哈 谢谢师父 师父就有一天 我梦想今年香港法会上 有非常多的面条 就成乡成乡的面条 就在一个大桥子里面 堆到棚顶了 然后就是还有挂面 还有宽的 有细的 那师父是不是就是参加法会 还可以帮我们演授啊 那当然了 参加法会多少菩萨去啊 哪位菩萨管什么呢 哪位菩萨 你只要求到哪位菩萨 哪位菩萨就给你加持啊 你求到寿星老菩萨 那寿星菩萨就给你加持 你就延寿了呀 所以为什么每次说法会来108尊呢 因为里面管各种各样都有啊 你比方说你举个例子 你各个部委的人都来 你求到哪个部长 哪个部长 交通部长 他就给你交通方面 给你便利呀 对不对啊 啊 好了 一样道理啊 啊 好 谢谢师傅 师傅说 比如同秋之前 许愿发生一万条鱼 放了几千 几千条了 但是剩下那几千条呢 想给师傅放 请问师傅 这个放的这个鱼 能否放在之前 许愿的那个条素里呢 当然可以了 完全可以的 因为你事实上 你就是把这些条素放下去了 你许过愿的 只是给谁不一样 对不对啊 你们都给自己吧 师傅没关系的 你爸爸 因为觉得给师傅放身体 给自己放身发起 因为每次 每次给师傅求的时候 就是感觉特别打动 而且感觉身上有一种 那个电流打通的那种感觉 真的感觉师傅 菩萨还有师傅加持 好了 师傅 师傅还有就是 一个同学想问 他在读弟子守则 和洪洒度人守则的时候 他每一条前面 就是想加上自己的名字 比如说弟子毛毛毛 一定尊敬师傅 听懂师傅的教诲 弟子怎么怎么样 就每一条都加上自己的名字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那师傅就有一条 这样的话 就是说增强自己的信念 让自己时刻要守戒 明白了吗 对 他感觉这样读的话 就是那种特质性比较强 对自己的影响更大一点 对 师傅 弟子守则有一条是 作为弟子应该慈悲为怀 尽杀生尽量食素 因为已经许愿吃全素了 所以说他想说作为弟子 应慈悲为怀 尽杀生一定吃全素 这样说可以吗 我告诉你 你在拜师的时候 你动一个意念 天上菩萨都知道 所以 我告诉你 有一个人就是 拜师的时候 动了点小脑筋 回去 晚上做了个梦 第二天就倒霉了 就说他 好像在某一个场合上不庄严 你看看护法神厉害的不得了的 逃就逃不过 是的 好 师傅那有的人在 拜师的时候能看见 有的人看见这跟 他自己的根基 还有当时 其实静不静下来都有关系 是吧 都有关系 但是并不是说看不见就不好 看不见也蛮好 看得见也好 只要新城都好 明白吗 是 是的 好了 师傅 其实很多做满门的电影 都会做那个关公嘛 说是武财神 请问师傅 关公为什么才可以求财呢 这是人间传说流传下来的 因为为什么呢 说请到观地菩萨们 很多人说观公菩萨们 好像是保护你的财运 那么保护不就是有财了吗 不保护们就是把财失去了呀 所以他就说武财神 实际上是民间的一种讲法 其实秦兰菩萨 关地菩萨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大的菩萨 明白了吗 他是护法的 他是护持佛法的 不是来护持你们的钱财的 搞也搞不清楚的 很多店里放一个小的关地菩萨像 其实进去的你说可能是关地菩萨了 不知道哪个鬼进去了 你听不懂啊 嗯 好了 对对 他们那些犯就是什么 谢谢师傅 师傅 就是礼佛中也是有很多愿力的 是不是 因为我那天读着 读着感觉就是 念念之中与法界 广度众生皆不退 乃至虚空视觉界 众生皆远返恼界 就感觉你们还有很多话 就是叫那种很大的愿力 是不是念礼佛 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愿力啊 那当然了 开玩笑了 愿力不要太大 我告诉你 礼佛里边本身都是有很大的愿力的 你看看 你看看最后那一段里面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各处菩萨众会中 与一成中成束佛 就是你就是在人间 对不对啊 他都有很多很多的菩萨的 无尽法界啊 无尽法界啊 诚意然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有这么多的无尽无边的法界 对不对啊 你这个人间那种灰尘啊 这种这种五欲六尘还是在的 但是你要深信诸佛界充满的啊 对不对啊 而且你各以一切音声海 就是你 你只要听到菩萨的声音啊 你的心胸 心胸像大海一样的 这个宽阔呀 对不对啊 所以普出无尽妙言词 这还不懂啊 就是你只要能够听到菩萨的声音 你的心中就会散发出无穷无尽的 这个妙言词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会得到很多菩萨的加持 让你心里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 言词就在人间用的嘛 尽于未来一切皆 不管在今后将来碰到什么样的结束 赞佛圣神功德海 只要你跟着菩萨 只要你称赞佛 所以你才会跟着佛 而且圣神就是要学得很深 你就功德如海 一切灾难化为响了 这还不懂啊 哎呀 是不是这一结束我们就扭了 念起来就有经文 你们不问我怎么讲啊 我多少经文要跟大家讲 我都来不及讲啊 我念经一遍 你们不知道要念多少遍呢 真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开始太精彩了 谢谢师傅 好了 师傅 师傅还想问一下 就是我外面那个 取那个名字叫红浩然 就是白道那个号 然后自然的燃 这个名字好不好啊 就找人起的然后帮他选择这个名字 三点水一个高啊 一个白一个道 好人 可以的呀 蛮好的 挺好的啊 谢谢师傅 好了好了 不能再讲了 好好好 感恩师傅 师傅保重身体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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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师傅吗 是 嗯 师傅打通电话太高兴了 啊 我知道今天是悬疑问答 也不能看普通的 那师傅 我就想问一下 呃 我的父亲在今年4月6号国内时间 中午12点过一点的时候 就突发疾病去世了 啊 然后我在美国接到这个噩耗以后 一夜都不能睡 然后那个 差不多是在这边的时间 早晨8点的时候 嗯 之前我就一直在给父亲年 大肥肉和薪金 啊 然后早晨8点 就是国内时间 父亲去世 呃 8个小时的时间 嗯 然后就在我们 我美国住这个房子的 嗯 外面就看到了很 很大的一条彩虹 啊 很大很亮 我先生说 我之前在播台的时候 我的梦境那条彩虹就已经 出来了 只是很淡 后来我出来的时候 那条彩虹就变得特别明显 我就想问问师傅 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 想请教师傅 那彩虹的话 一般的 上了天了之后 他可以显化彩虹的呀 他如果给你看了 就是让孩子 让孩子不要担心 所以以后可以 嗯 以后你如果打进电话 你 现在你们打电话的话 你要选择 这个五点半 五点半到六点钟打 二十六 啊 我现在只做半个小时了 师傅现在背得太厉害 嗯 坐不动了 五点半到六点钟 你如果打进来 我可以给你看看 你父亲在哪里 但是现在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情况 如果引起你注意的任何彩虹 实际上完全有可能是你父亲 如果你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从来不害人啊 或者经常是帮助人家做好事 非常一个可爱的人 然后呢 你又给他念了很多小房子 他完全有可能到天上去 他只要到天上去 他请假 就是跟天上的天官请假 他就能有这个机会 到你美国这里来看你 他要过来 根本用不着坐飞机的 快得不得了 一年一到就到了 是的 嗯 听得懂吗 谢谢师傅 因为那个 二月份的时候 我才带着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那个几个好朋友 一起去新加坡 退加了法会 我父亲之前是从来没有 信佛了 去相信去接触佛法嘛 参加法会以后 他很震撼的 然后会 虽然回来以后嘛 以前我念经 他还说 他还说过我是不是得火入魔 但是参加法会回来以后 他就不说这些话了 甚至他回到老家的时候 他还跟那个家里的小孩子说 他以前不怎么相信 但是现在 就是他思想上转变还是挺大的 只是说他今年正好是 他四月十号就是六十四岁了 但是四月六号走的 就是六十三岁 我就觉得是不是结还是没有 就是结啊 我还给他念了 讲都不要讲 就是三张小房子呢 之前 我告诉你 你要是早一点 所以为什么师傅要开法会啊 如果早一点 早一点救人的话 很多人就不会死了 你听得懂吗 嗯 是的 我 听你们特别难过 特别内疚 但是看到那条彩虹以后 我那天早晨我特别安慰 我就觉得 我当时一个感觉就是 是不是观世音菩萨 因为当时我在佛方取愿嘛 我挺观世音菩萨 我在新加坡 哪怕是有一点点 不管是多少工作 全部给我的爸爸 希望能够 祝他一臂之力嘛 我问你啊 所以就有那条彩虹出现 我就觉得 是不是菩萨带我的父亲来 跟我告别了 我问你啊 你父亲 你父亲活着的时候 很喜欢激公菩萨吧 很喜欢看 我们两个都喜欢看 还有西游记 看了好几遍吧 好多遍的 好多遍 而且我在拜师的时候 也是 意念里面出现的是 激公菩萨 和那个 斗战圣佛 他们都在笑我 你现在知道了 我就讲给你听吧 你刚刚在讲 你父亲的时候 师父已经看到了 他现在跟着 激公菩萨在修呢 你爸爸 太好了 谢谢师父 他头发往后梳的 前面头发有点凸 有点凸发 对对对对 好了 看到了 师父我后面还做了一个梦 就是回到老家的处理 很多事情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就做梦 就特别清楚 就感觉就是 我的爸爸睡在那个火化 要推进火化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火炉里面的时候 他突然就坐起来了 旁边还站了两位的 那个就是 我们是大理的嘛 就穿着白竹服装的 那个老太太 我爸爸坐起来 我说哎呀你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还假死啊 你 然后我在那梦里面 就开心了一下 就觉得他没有走嘛 然后他就坐起来 他说 也没怎么说话 他说哎 怎么要烧我呀 然后他就跑到旁边 一个椅子上 就坐下来 坐下来呢 也没有多看 我就往窗外一看 然后顿时 那个场景就变了 我就看 我就感觉我自己 就在梦里面了 就觉得是自己 是在一个很高很高的楼上 然后那个 旁边是那个玻璃窗 那个落地玻璃窗 很大很大 然后外面的那些云 白云 很白很白 我感觉现实生活中 没有看见这么白的白云 就全部复起云 有的聚在一起 对 然后白云就变成了 那个西方三圣的那个模样 曾经加密图风 说班师音菩萨和大士之菩萨都来了 旁边还有很多 不法神 但是都是白云的 还要讲啊 好像是白云 对呀对呀 就是白云叠成的呀 这还不懂啊 还给你看到彩色啊 你是什么级别 还能看到彩色的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你爸爸一定上去了 讲都不要讲了 有什么好难过 比你修的还好 我还是继续给爸爸念小房子 还是可以的 再给他念 而且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要记住了 嗯 很多人虽然不信佛 对不对 但是他做人为人 为人善良 为人公正 不做坏事 他照样能够上天的 照样能上天的 如果是你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怎么不能上天啊 对不对啊 嗯 对对对 嗯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特别受到鼓励 今天能够打动电话 感恩菩萨 我帮你刚刚都看到了 很惭愧 很惭愧 你就是不够出来救人 功德不够 听得懂吗 如果你功德很大的话 你看看我们有很多 海外那个供修会的人 他们那些负责人 他的妈妈怎么救下来的 人家的妈妈 人家的妈妈怎么救下来啊 你看看我们新加坡那几个负责人 那妹妹呢 灵性上升 天天要跳楼呢 人家怎么 怎么会把自己妹妹救下来 人家有功德啊 听得懂吗 你有功德不了 听得懂了 你如果有功德 你说菩萨 我把我所有的功德给我爸爸 让我爸爸夺活 他不算太大 一个官过了嘛 就人过来了 一个人过不来嘛 就死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了 听得懂 师父 我很惭愧 很惭愧 就是心得不好 特别突然之前身体很健康的 好了 我告诉你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不是跟健康有没有关系的 而且科学家早就研究了 当你一般的人要上天的人 他不会被 被 推在那个火炉里边烧掉的 听得懂吗 他在灵魂 在推进去之前 他一定会灵魂离开的 你看到的 你爸爸做的那个梦 再做起来的话 就是灵魂离开了 听不懂啊 哦 好 听得懂了 谢谢师父 不要过后的感动 有本事早一点感动 对人家好的时候就要感动 然后多做点善事 听不懂啊 听得懂了 谢谢师父 好好地改了 你以后 讲老实话 你还有妈呢 妈还活着吗 活着的 我妈妈现在也在学心灵法门 你妈妈要不是学心灵法门的话 你爸爸这一走啊 你妈妈也差不多了 我告诉你 不够坚强 只有学了佛法的人 他才会变得越来越坚强 因为他知道你爸爸到哪里去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好来 师父 我以前梦见 就是我才学心灵法门的时候 有一次做梦梦见 梦里面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妈妈83岁的时候 我有结 我妈妈现在 今年 那年才60岁 我就觉得想让他一起好好修 而且 还跟师父也 包括收音机里面所有的佛友也分享一件事情 我觉得 其实师父在梦里面 已经救过我爸爸一次 因为我爸爸 就是肝上面有点不好 身体也就是爱喝酒抽烟的 我才学佛的时候 真想求的就是求 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安 然后有一次在梦里面 就梦到特别清楚 就是穿了一个手术服的一个医生 戴着眼镜 然后给我爸爸做了一个手术 从肝上面切了一块 然后还在梦里面还拿给我看 就说 拿这个就是肝癌 这个就是癌细胞 然后 那个医生还说 不过呢 现在是良静的 已经拿掉了 要那个好好学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醒来 过一段时间 我就想 每次一想到这个梦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医生 梦里面的那个医生就是你 多的 我穿白衣白大褂 去帮人家动手术的梦多的呢 我告诉你 你要记住了 就是功德不够你 你功德够的话 我还能直接帮他保他命呢 我告诉你 谢谢师傅 师傅今天批评的 弟子 感恩师傅批评我 今天批评就是会让你妈妈活得更长 你要有功德 你能避应你妈 你听得懂吗 好的师傅 好的 不要一后悔再后悔了 听得懂吗 好的 弟子很惭愧 就像师傅说的 我出来度 度的不够多 知道了 忙哦 大家都忙哦 哎呦 我忙死了 忙啊 赚钱去啊 一辈子喂三顿饭 你去忙好了 忙到最后人走掉了 你得到什么 你告诉我 就为了得三顿饭 一个生存啊 就是为了吃一顿三顿饭 为了生存啊 没有意义的人生啊 活着干嘛 跑到人间来 很多时候我觉得 是我自己能力不够 所以 去度人的时候 有点胆子不够大 胆子不够大 胆子不够大 你想到你 如果你想到你要有功德 可以救爸爸 你胆子就大了 你要是想到 能够以后不要让妈妈再走得早 你就胆子大了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师傅 没出息 考好的 要靠功德救的 不靠功德 你怎么救人啊 好的 弟子明白了 谢谢师傅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听得懂了 你的师傅是严厉的 但是是慈悲的 听得懂吗 我特别懂这一点 其实 就是因为听了师傅的 读音 白瓦伯伯伯 第一次从开始看师傅的视频以后 我就觉得人生在有了方向的 你现在知道了 师傅像 像父亲吗 像 特别像 知道了就好了 你自己生生父亲不在 但是你还至少有一个 一个父亲在人间呢 还在照顾着你呢 还在管着你 还在天天讲你呢 你没有感到 没有感到自己开心啊 你要好好地感到开心啊 听得懂吧 是的 是的 所以为什么人家要叫师傅啊 师傅的父不是 做菜师傅的父啊 那是父亲的父啊 听不懂啊 听得懂的 师傅 一日为师 众生为父啊 好好救人 你的师傅最喜欢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 你的师傅一辈子最喜欢度人 你就要去度人 听不懂啊 听得懂了 好了 一定以师傅为榜让 对了 不辜负师傅和观世音菩萨 真的 好了 你慢慢的 慢慢到一定的时候 看看吧 我看看 叫你爸爸来看你一次 你做梦做到过不了 后来做梦做到过不了 就只是那一次 就是 就只是那一次 他做起来 后面都没有梦到他 妈妈 我叫他来看你一次吧 好吧 但是他要请假了 因为他的 他现在的位置蛮高的 如果要下来的话 他要请假了 不能随便到人间来的 听得懂吗 太长了 太长了 好吧 你要 你要好好许愿 要自己要好好的度人了 嗯 好的好的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师傅您保重 好 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 人不能过后才才才才才才觉悟的 早点觉悟啊 喂 喂 喂 台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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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台长请安 谢谢 可能关系音谱让我打通了 嗯 呃 台长 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你 呃 就是如果呃 观音堂来的人比较少 会是什么原因呢 观音堂来的人比较少 有两种 有两种 一种 观音堂的气场不好 杂念太多 来的人 说三道四 里边的佛友不干净 菩萨不来 气场不好 人家就不会来了 听得懂吗 呃 好了 那 管理的人 管理的人乱来 那也不行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人家不来了 如果师傅今天说 做师傅的地址 要这个要那个 你说还有这么多地址吗 哦 哦 那 那我们是不是 应该 呃 对自己要严格 对人家要松 听不懂啊 嗯 你在观音堂 管着呢 你管着我告诉你 你这样的话 真的不行的 这样不行的 你连菩萨 你在害菩萨 菩萨来救助众生 你把人家都挡在外面了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呃 这个骂人家 人家刚休 你怎么骂 师傅讲的地址 都是 就已经是拜师的 有点觉悟的 自己的弟子啊 一般的人 师傅 对他们很 很客气的 要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的 你们搞什么东西啊 哦好的 那那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求一下 就是呃 在观音堂求 菩萨 让我们呃 更团结啊 就是我们共同学组的 你们自己都不团结 怎么团结人家啊 很好意思讲呢 修得不好 听不懂啊 叫你们到佛堂里来 不团结的啊 搞是非的啊 开什么玩笑 还修心啊 我告诉你 谁不团结 谁经常搞是非 就叫他滚出去 菩萨的清津之地 不能有这些烂人 听不懂啊 嗯是我知道 我会努力的 真的 你们开什么玩笑啊 你们要吵架 到外面去吵 不要到观音堂来 搞不团结 这就不虚 谁要是在 观音堂里 搞不团结 就叫他滚出去 听得懂吗 事不讲的 好 明白了 开什么玩笑 自己开悟了 学博了 还在搞这种事情 你到人间去 你到外面去好了 你爱怎么管去 怎么搞 所以社团 为什么搞不好啊 整天搞这种事情 谁要去啊 哦 那我明白了 我感恩台长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观音堂 现在就是申请一个 免税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申请了一年 一年半了 都还打电话去问 还是一直说 没有 还没有开始审批 我们就不知道 什么原因 是不是会 跟观音堂有 要紧者有关呢 我告诉你 任何不纯洁的气场 都会影响你 正常的运作 好了 听不懂啊 这样啊 明白 但是我们现在 又怎么办呢 现在怎么 等啊 好好的团结 好好的念经 好好的修心 气场搞得好一点 菩萨就来帮助你了 哦 好的 不要这么没出息 那我们 我们会努力的 财长 这还像一样 听得懂吗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把气场搞好 还有财长 你可不可以开示一下 一些老妈妈们 因为他们好像 觉得你帮他了 他们就会用物资 来或者钱财啊 去回礼 就是你对他好 帮助他什么 他就老是给你买东西 怎么样 就是一次 两次 第一次第一次就 啊好 不想他难过 就接受了 但是他老是这样子 你可不可以 很简单了 很简单了 收下来之后 给大家吃 跟老妈妈讲 老妈妈 你给我们东西之后 我们一接受 你的东西 我们功德就减少很多了 我们要做功德 他就懂了嘛 你为什么不跟他讲啊 讲了 他还是老是 对啊 你没有照我这么讲 听不懂啊 好好好好 我知道了 嗯 然后我还给 台长的录音给他听 对 你要跟他说 老妈妈 我们做功德 你给我们点机会 做功德 如果你一环抱我 回报我们 我们功德就不足了 我们功德就不够了 他就懂了嘛 然后如果他硬要塞给你东西 你就继续拿他的东西 帮他做功德 你 他送给你的 你给别人吃 也有功德 大家一起吃 他买来东西 来大家一起用 怎么样 不可以啊 哦 就是我可以收下他的东西 然后放在观音堂 让其他朋友一起 一起吃不可以啊 好的 这不叫布施啊 听不懂啊 给你的 一定要你吃的 要么就不要 好了 明白明白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位同修 他觉得好像 进 他说他进来看朋友圈 就是佛友发的那些 那些东西比较多 然后他就梦见 菩萨给他开示 要他抓紧时间了 那请台长开示一下 这样子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抓紧时间有两种 一种 说他修行不够精进 叫他抓紧时间 还有一种 他的生命没多少时间了 啊 啊 啊 什么 你以为观察是装老人的 现在多少年年轻人死掉啊 哦 因为这现实生活中 这位 这位佛友 这位 这位同修 他是刚刚去工作了 之前他一段时间 是在家里 不停的念小房子 然后他也很精进的 很努力 他说就是有时候 联合水上厕所的时间 他都省 能省就省 但是他就说 但是他就说 就是进来 看佛友发的转发台长的那些 那些东西就看多了时间 用的发的比较多 好像就念经的可能就相对少一点 那一样 如果他真的是在看台长 白话佛法 他念经少一点 照样有能量 照样有功德 哦 照 哦 就这么简单 我问你看佛 看佛经和念经 不是一样有功德啊 嗯 台长讲不讲 讲的是不是佛法了 那么看佛法和念经 不是一样啊 哦 就是那就是不是 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 哦 好的 好的 不好意思 台长没什么智慧 乖一点啊 你们要做好孩子 真的 你们要 好好的以身作折 要做一个菩萨的好孩子 不容易啊 在人间啊 要真的要吃苦耐劳 要要真的要能够学会人鲁 要真的做一个菩萨 因为以后都是到天上去的人 就现在开始就要像在天上一样活着 明白了吗 嗯 我明白了 我还要向台长忏悔 前一段时间 就是 思想不太正 嗯 就是 嗯 老是想在做出生的事情 我错了 我现在明白过 对啊 叫闲淫 听得懂吗 嗯 自己要懂啊 因为一个人不能这样的 我教你一个方法 如果有这些想法出来了 啊 就 就不要睡在床上 啊 一般的想这些事情都是在床上 你如果站着 或者坐着 就不会想 不要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就会想 所以过去为什么庙里法师不让他们 他们不让自己睡觉 就是哪怕睡觉也是 也是坐在那里 所以最后很多法师是叫做话 就是坐着就 魂魄就走掉了 实际上一个人坐着 站着 他就不会想那种邪淫的事情 听得懂吗 嗯 温饱是淫欲啊 床上躺的时间多的人一定会淫欲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洗把澡 起来精神很好 走来走去 忙来忙去 把自己弄得来很忙 他就不会想这些事情了 明白了吗 嗯 嗯 好了 好的好的 我会努力的 我还会努力去 祖父家帮助我 这么胖了 还要去想 胖的嘞 我都看到你胖的嘞 那个样子 还要去想那些 丢人呐 应该替师父 是啊 很丢人呐 替师父好好抽自己去想 真的 自己要懂事情的 你们真的 有这么好的一个师父 像父亲一样关心你们 现在谁在关心你们啊 只有师父 还有谁啊 你讲给我听啊 对啊 对啊 知道嘛就好 好好努力啦 好了 嗯 嗯 是 是 好 那就这样 还有 还有啊 还有对 如果就是感觉自己跟某位菩萨特别有缘 那要不要供奉啊 还是怎么样 可以的呀 供奉也没关系 如果你真的跟哪位菩萨特别有缘 你自己供在上面也没关系 但是你要吃准了 这位菩萨一直在帮助你 你不要不要一会想到这位 一会想到那位的 那你家里就变成个博物馆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明白 好了 还有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台长 就是我经常跟你说 就是在家里 不要用不同长短的枪嘛 那在观音堂这样可以吗 不能用长短的 一定要一样长的 哦 但是在观音堂也要用一样长的 一定要一样长的 那么 那么粗细不一样可以吗 也不好啊 烧香们 也不好 烧香要都一样的 好吧 哦 烧香就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粗的 全部都粗的 要细的 全部都细的 听不懂啊 哦 明白了 好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对不起 就是台长说 就是在观音堂拜菩萨的时候 最好就是让气场好的同修 呃 在前面呃 上香 这样子就可以把好气场 带给其他同修 对啊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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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什么智慧 请台长开示一下 怎么知道那个同修 气场好不好 不讲人家坏话的 到了观音堂就拼命念经的人 这种人气场一定好的 不在观音堂眼睛左看右看的 进来就磕头 非常虔诚 不停的磕头的 嗯 不停的念经 坐在里面不跟人家聊天的 出门不打手机的 嗯 这种人气场一定好 听不懂啊 哦 好 那 好了 那么 那么是不是还要要吃全素这些啊 那当然了 吃全素说明这个人有怨力啊 怨力都没有 你什么气场会好啊 嘴巴里吃的肉腥气 念出来筋有用啊 你告诉我有效果不了 没 好了 没 没没 哇没啊你 好了 好 那你都知道了 感恩台长 感恩台长 再见 再见 嗯 喂你好 喂 喂你好 师父 你好 咱师父 啊 啊 啊 师父 您好 那个 师父辛苦了 啊 弟子 我那个前几天接到一个特别慈悲的意念开始 然后感觉又像观世音菩萨又感觉像护法神 请师父慈悲验证一下是哪位菩萨的慈悲开始 验证 我验证一下 我验一眼 谢谢师父 嗯 开始了 一个人要心中有佛有众生 一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情 众生的事情再小都是大事情 今天你们学佛了 受佛恩责 家家户户 生活事业都越来越好 佛菩萨不需要你们感恩 只需要你们继续努力 不要懈怠 在人间最大的困难就是业障不小 自慧不争 每个人都是累世的业障 一世一世 皆续被五欲六成染灼 本性上的污垢足以掩盖自己的佛根 如今有佛妙法降世 也是依止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宣说妙法 观世音菩萨乃久结成佛 天上号正法名如来 可查经典史书确认此事 观世音菩萨因怜爱众生 慈悲心具足圆满 所以才发大愿 救度苦难众生 闻生救苦 大慈大悲 今心灵法门既是观世音如来特此宣说 为令其众解脱 宣说妙法 此为正 而恰巧逢卢君洪也发大愿 特此天时 佛陀欲止 才由此殊胜的因缘宣说法门 今天说这些是希望耳等众生 能够相信佛法 相信正法 正法九节难遇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缘修转的 如遇到此善佛缘 请能够随喜赞叹 并且生大敬畏 恭敬心 切不可怠慢佛法 造业诽谤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学佛与不学佛 都逃不开焉果二字 无论你是合因造业 合因诽谤 结果都是会来的 所以希望众生能够坚定 自己学佛的道心 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有好人也有坏人 有聪明的人也有犯傻的人 希望你们不要做冒傻气的人 稍等啊 以为自己只是开心开心 动动口 也没说什么 就是没有口德了一点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的无德 会让你们终身后悔的 记住我的话 如果一个学佛人 还在口念经文 试图诽谤他人 开悟法门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学佛人 一个骂人的人 永远会觉得自己是对的 佛教是无征的 任何人如果说自己学佛念经 还在诽谤骂人 那么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学佛人 真正的学佛人 是永远笑对众生 宣传正能量 任何的佛友 你们一定要擦亮双眼 正的永远是正的 说别人不好的人 别人看他永远都不会是好人 劝导弟子们 师父的开示 你们一定要天天听 心中正念长存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个人做的正不正 会用行动说话的 并不是比口才 灵牙历史 用在学佛上不合适 简简单单 才是一个学佛人 弟子们都好好修 多去台长法会 珍惜跟菩萨 见面的机会 让正念长存 阿弥陀佛 师父 你说是关心菩萨吗 当然是个大菩萨 菩萨呀 大菩萨呀 你敢 你告诉我 你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意念的 嗯 师父我从好几年以前就有 你说这个 这一次啊 这一次 这一次啊 这个是就是那天 打完电话的第二天 第二天 是不是前天了 是不是前天了 对对对 前天 前天知道是什么节日了 全蓝菩萨 对 全蓝菩萨是谁知道不了 甘地菩萨 甘地菩萨 知道就好了 甘地菩萨 你听听看这口气 全部都是 关地菩萨口气呀 什么都不够 哇 哇 谢谢观地菩萨 哇 想挖什么 谢谢师父 嗯 嗯 师父 那个提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么一个问题 一个观地菩萨 两个问题 三个问题 你先讲呀 嗯 嗯 观地菩萨开示 今心灵法门 即是 嗯 观世音如来 特此宣说 为令其重解脱 宣说妙法 此为正 而恰巧 逢卢君宏 也发大愿 特此天时 佛陀御旨 才由此殊胜的 因缘 宣说法门 嗯 去年的时候呢 就是 嗯 同修也分享过 佛陀为心灵法门 证明的开示礼 佛陀也提到 佛陀甚为法起 你师父当日 向我请愿 下界救人 愿力甚是感人 他说人间灾难太多 弟子愿下界救人 为他们 拔属苦难 请问师父 是否需要 当今人间天使 和菩萨的大愿力 相结合 然后在佛陀的 遇旨下 佛教里一个 新的正法 才能够诞生 那当然了 这么容易出个正法的 你看看多少年了 才出这么一个法门的 过去有不了 是 你说 你说 你说这么几百年 有没有一个法门出来了 没有 真的 感谢菩萨 感谢菩萨 谢谢菩萨 谢谢台长 能够发这么大的愿 谢谢观世音菩萨 你到了天上 你也会发这种愿的 听得懂了吗 你到了一定的境界 大家都会发愿的 明白了吗 就是 就是你 有没有这个资格下来 这么弘法 要吃苦的 要坚强的 要有坚强的 那个 那个 这个根性的 明白了吗 好了 是 台长每次每刻都在救人 我们都知道 嗯 谢谢师父 嗯 第二个问题 如遇到此 善佛缘 请能够随喜赞叹 并且生大敬畏 恭敬心 切不可怠慢佛法 造业诽谤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学佛与不学佛 都逃不开 烟果二字 无论你是合音造业 合音诽谤 结果都是会来的 而一个敢造业诽谤的 学佛人 往往就是因为 忘记了烟果 没有生出大敬畏 恭敬心 请问师父 是否通过严格持戒 谨记烟果定律 能够帮助我们 生出大敬畏恭敬心 还有哪些方法吗 还有哪些方法 天天守剑 天天像菩萨一样活着 那些敢诽谤的人 你说说看他 秀得好不好 你说说看他自己 不好 自己这个阴种下去 他 他会不会担心 自己的果报了 讲都不要讲了 去骂好了 去讲好了 连师父他都敢讲 这人完了 我告诉你 这种人 这个人要是不忏悔的话 下去 我告诉你 谢谢师父 师父那我还想请问一下 那他们要是 如果后期的时候 自己知道自己错了 然后及时 那个忏悔的话 那么他们得需要 念多少礼佛呀 念多少礼佛 在念多少礼佛 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结在那里了 逃不掉的 因为他这个音 种下去了 就算以后 就是念多少礼佛 现在已经有了呀 你比方说现在 过去跟着师父学的 现在忏悔了 一大圈转下来 说还是心灵法门最好 好 那么就算你回来了 你说 你我们用人间来讲 你说说看 师父还会像过去 这么对他好吗 我可能 我可能 但是我下面 下面的我们 红八祖的人 都不能会 不会让他接近师父了 你听得懂了吗 对呀 就这么简单 听得懂 所以他 而且一定会有结 我告诉你 只要他照了这个音了 就结 只不过结 因为经过他的忏悔 会比较轻一点受报 和重报和轻报的问题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懂了 嗯 是我太懂了 那我还想问一下 曾经有一个同学问过我 他说的 他原来已经拜使了 是师父弟子 然后后来他又 那个 转成学别的法门了 但是他说没有诽谤过 然后他就是按别的法门去念经了 后来他又觉得 咱心里法门好了 他就 他就 这个就没关系 这个就好很多 这个呢 大不了就是 不是一门精进 但是他没有 欺世灭祖 他没有对自己的 师父造成这种伤害 这种 都没关系了 就好很多了 如果你 跑出去之后 说人家的法门好 说我们法门不好 就像人家跑到我们心灵法门来说 其他法门不好 我都不许他们讲的 如果这个人敢跑到我这里来说 其他法门不好 我就不要他 为什么 他以后一定离开我这里 会说我们法门不好的 听不懂啊 对 听得懂 听得懂 是 明白 那那个人 他被莲花不会掉 是不 师父 那个人 他没有诽谤 那个人 虽然梁花没有掉 但是很难保 因为懈怠吧 他转其他法门的话 他也算对这个法门的懈怠吗 没办法了 本法门 护法神就是不是很高兴 师父 你讲得很客气 不是挺高兴 你很会讲话 下一个问题 谢谢师父 那个 菩萨开始 劝导弟子们 师父的开始 你们一定要天天听 心中正念长存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弟子都好好修 多去台场法会 珍惜跟菩萨 见面的机会 让正念长存 师父 菩萨在开始里 再次提到了 听您的路线 和参加法会的重要性 那有些弟子之所以 会被魔所利用 那是不是忘记了 观世人菩萨 与师父的恩德 其实就是 原言之以 是魔了 也是属于 忘记别人给他的恩的人 就是魔了 找魔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像一个人 爸爸妈妈从小把他养大 对他这么好 他最后 骂爸爸妈妈 天天在诽谤爸爸妈妈 这种人不就是魔吗 他不是被魔所迷惑了吗 是 这些人 我也是没有什么说的 你没说的 你慢慢的看着吧 你反正不死 你就等着看吧 我们都活着 你就看着吧 他什么报应 已经受报这么多人了 死的死了 好几个了已经 不要讲了 去来好了 早就讲过了 我们只要证 我们不管别人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对 是呀 好多护法神都开始 那个就是 借助各方面的消息 开始就是说通知了 都已经 打磨了 今天网门这么好 关于不得这么好 我都想不通 他们为什么诽谤 你想不通 我就想得通 你想不通 为什么我想得通 因为旧人就会有付出 因为有佛的地方就会有魔 你想不通啊 啊 明白了 那实际上 您说 那我还 那个意思就是 我心里还有何想不通 就是说 你看我这么 小小的一个人 我刚开始 接触到心灵法门的时候 度我的 那个 王爷爷 把佛书 交回我的时候 我当时 当天晚上 我就梦到 观世音菩萨了 观世音菩萨 这么跟我说的 说 心灵法门 是我传下来的 然后 卢君洪 是我派他下来 然后弘扬这个法门的 弟子你务必按照 心灵法门去修 然后 那个 至于法门的真假与否 你要用时间 去验证他的真假 我不多说什么了 我弟子你必须按照 心灵法门修 师父 我就想知道 你说我 我 我 我这么小小的一个人 你说 菩萨都能这么慈悲我 那你说那些 菩萨 因为他是菩萨 所以他把我们看成都是菩萨 坏人 因为他是坏人 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坏人 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他把你都看成是菩萨 你听得懂吗 你把自己看成人 因为你是人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就想 什么鸟叫 我就想知道 我就想知道 您说 那些某某某的那些高层大德 你说比我修的要好的多的多 那你说菩萨 就给他们托个梦呗 你说 菩萨托个梦 是任何只要着魔的人 菩萨就跟他们绝缘了 就断掉了 听不见了 我问你一个坏孩子还能听得到老师 对他的尊尊教导吗 你不能 对 你明白不明白 你要知道 有磨的人很厉害的 有磨 磨在身上 你要想打掉磨不容易的 你当年我问你啊 希德勒是魔不了 是 他为什么能够在霸占全世界这么多年呢 他为什么能杀掉这么多人呢 魔定 好了 知道吗就好了 明白了 好嘞 行 最后师父 那个有一个同学 就是想请台长说他几句 他特别心里难过 就是 他是一个女同学 他也学男法门好多时间了 然后就是碰到一个男同学 然后就是属于他俩 那个就是有了产生的感情 然后女同学的意思 就是很想分手 现在很是痛苦 然后呢还是放不下 男同学呢 也是来心灵法门的 就是属于 嗯 两者 反正不是很 不是很好 就是想 叫他们 叫他们这种就是缘分 但是呢你也不知道这缘分是善缘是恶缘 到心灵法门来 很多人了 来了之后 叫他们来谈恋爱的 还是叫他们谈朋友来的 对不对啊 很多人守不住戒了 因为过去的缘分 因为过去的缘分到了 因为过去的缘分到了 对不对啊 对 一个女的来了一个小白脸了 跑掉了 对 你说说看 他恶缘相加 好了 他的缘分都没了 对不对啊 对 现在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怎么这么快乐啊 你怎么这两天谈得不好了 又求菩萨把他两个人拆了 你怎么弄啊 菩萨不会 不会这么 好了 我就给他讲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好好念小房子 然后念那个心经和节节症 话语愿解小房子 那个你就念 就别把自己小房子念 感情就是蜜糖 但是感情是放在刀上给你吃蜜糖的 太甜了就扎到你的嘴了 会出血的 听不懂啊 听懂 好了 明白 好的 行 那师傅 那个谢谢您 我那个想诧悔一下 师傅 我就是去年 我刚学佛的时候 也是碰到一个男同学 然后我没碰到 就是属于就是 那个先聊佛法 后来就就变成感情了 然后当然 没没什么也没做啊 就是说 但是属于导致 对方的莲花可能掉了 然后 肯定不行的 你是女人还变得住 男人他跟你谈感情的时候 他脑袋会砸念 纷飞的 他就会慢慢的懈怠 听不懂啊 去年的时候 台长就说我了 晚上我也 当时 我很痛苦 然后后来 关神福德 我托梦 先让我念 八十七两小房子 关帝福德 又给我许愿 不 那个又高 让我念 一百零八 两小房子 我终于 现在是属于 快解说出来了 然后后来 动乱上 我给我开示 然后美国服务 也给我开示 后来就告我说 不要我 让我早晨修 让我自己一个人 干干净净的修 这样才能够 就是说 那个 保佑我 不 保护我以后 未来能够 你知道这种事情 肮脏不辣 我知道 我现在知道的 当时我脑袋像肿了 是不是 我什么都不懂 然后 找磨了 我现在知道 这叫射磨 我现在知道 怪不得呢 你自己看看 那我现在 你到农村去看看 那我就 真的 真的 你们不知道 自己什么叫恶心的 你去看看 两个猪跟猪啊 一个母猪 把它 把它放在 那个架子上 好几个 好几个 男的 把那个公猪 再放在 他的身上 你去看看吧 跟畜生一样 还能做 你还想学佛 好 不要太恶心 好吗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知道现在错了 师父 我一直想跟菩萨 懒悔这件事 当时我可能也是 动力一面 不是很好 后来 那个 后来 所以对这些事情 菩萨早就开始过 就是说 你要把这些事情 作为非常肮脏的 来看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好了 是 我知道错了 谢谢师父 再见 那好了 谢谢管理博特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喂师父 你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听得见吗 听得见 师父 弟子这边有几个问题 想请师父 辞为开示 师父 喂 讲吧 师父 第一个问题是 最近有很多的 年轻的同修 他们有些人 做梦 梦见自己要被收走 或者有大的灾难 他们都非常的害怕 然后师父以前 开示过 碰到这种情况 要许愿度人 他们想请教 师父像这种情况 遇到大劫 要许愿度 多少人比较合适 还有就是 有没有时间规定 是这样的 如果 做梦做到自己 要走了话 那就要许大愿 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我某某某 寺院在人间 活一天 我就要度一天人 这个话应该可以讲 第二 我愿意在一年当中 就能度五十个人 或者一年度一百个人 都可以 这个还是比较合理合法 没办法 对 因为 因为你说师兄怕 许的愿 他又做不到 又怕委员 所以他们就想 你有什么委员的 你去度 度不到就算一个 嗯 听得懂吗 我知道了 嗯 因为前几天 我们接到一个 21岁的小姑娘 刚学心理法 没多久 她就察现了 有血癌 这个白血病 很可怜的 所以就是很多同学 都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最近比较集中 所以请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问你 你去看看医院里 不学佛的人 死得比学佛的人要快 有些人 查都查不出来 突然就走掉了 不学佛的 是的 查出来还能有救呢 明白了吗 血癌了 明白师傅 我已经早就跟你们说了 这个世界 棺材不是装老人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好了 好了 好的师傅 感恩师傅 吃飞开始 还有一个问题 请教师傅 师傅有同修啊 请教师傅 那个提员来的 自存小庞子 能否忠于 化解原解 能否忠于 做化解原解的小庞子呢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吧 有一个法师 你们要注意 他改名字了 过去师傅经常提他的 乱点 发出来 五百张 一千张的这种法师 你不要去相信他 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 我们现在都 他如果 接员给你 哪怕再少的 这个费用 你都不要去拿 明白了吗 知道师傅 自己的业当 还是要自己消的 师傅 吃飞开始 这才好 师傅 我接到问 就是化解原解的小庞子 就是烧冲的时候 因为祈求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吧 请问师傅 这个结员来的小庞子 念之前应该怎样 祈求呢 烧之前应该怎样 祈求呢 怎样祈求 很难的 因为你们能力有限 最好我们祈求啊 就是我今天 结员某某某的 对不对啊 小房子 观世音菩萨 请你慈悲 我是凡人漏胎 我不知道 他这小房子 是好坏 如果不好的话 一切 一切业障 由他背 就把那个 法师的名字 报出来 如果他这样 练材的话 你这么 大家都报的话 这个人 很快就走掉了 没办法 谁叫他害人的 害人的人 有什么办法 不惩罚 怎么办 我这句话 我是憋了好久了 我过去早就想讲了 我一直憋着憋着憋着 太害人了 太害人了 你知道吗 这个人又出来了 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佛 换了自己一个名字 然后人家烧了两次下去 护法神走过来说 都 你要是再敢 烧这种 假的 小房子的话 你的命以休以 就这么 直接跟他讲 感恩 国法人对我们 十分严格 也是在保护我们 感恩师父 感恩托尚 你们去玩好了 好了 好的 师父 还有个问题就是 有一位新童修 刚刚修心理法 没几个月的时候 他就梦见 自己头上有光环 然后有个声音 对他讲说 你以后会 无上正等正觉 让他先忍耐 九年 以后就会越来越好 他现在的情况 是这样的 他家人对他的障碍 特别大 特别是他先生 他的公婆 一直障碍他学活 他很苦恼 他都是偷偷摸摸的学 并且还教会了 两个孩子 一起念 今天小房子 也逗人 也非常的精进 师父 你能给他 开始几句吗 九年吗 很简单了 熬一熬了 人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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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一天 九天 九天后就可以了 这大熬的修 要忍受九年之痛 就是说 像人家九九八十一难一样的 没有办法 要熬树头啊 就得靠自己不停的修啊 明白了吗 好的 师父 感恩师父 但是我可以告诉他一句话 五年之后 他就会越来越顺了 好 感恩师父 就叫他自己好好的念经 嘴巴念的能量大了 对方讲都不敢讲他了 好了 好的 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太慈悲了 师父肯定给大家识了 感恩师父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从旧 以前梦见我太太 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盔甲 同修在梦里知道 我太太要脱掉这个盔甲 才能反悔归争 前阵子呢 我梦见我太太的 骨头和肉分离了 梦里呢 我还问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 师父说 师父在梦里解答 是要看果的 就是看结果的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师父 乔达要当心啊 不干净 他跟你在一起 虽然你们两个清修 但是还是有念头 说明他有念头 谁会做这种梦的 是我做的梦 师父 你做的梦 但是你梦中做的是他呀 是的 对 好了 说不定他不干净啊 我知道了 咋念太多啊 有血有肉 有骨有肉的话 就说明还是有 这还不懂啊 好了 哦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 慈悲开释 师父 您在那个第三册白话夫法第十二篇 修菩萨界的智慧一文讲道 文和听是两个概念 文是有智慧的 已经能够明白所讲的道理了 才叫文 师父今天给你们讲法 如果你们听不懂 就叫听 请师父具体开始一下 我们怎样能够尽快的把听法转为文法 除了开智慧 我们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听是听到 没有加上自己的思维 文就是有思维的听 好了 两句话我们就解决了 感恩师父 是没开始 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师父在忍辱心 就是师父最近讲的 就是忍辱心是禅定的开始 在观音堂开始中提到 菩萨讲的六度 特别强调两点 一个是不失 一个是忍辱 当一个人拥有不失的心 他就拥有了忍辱的心 请问师父 如何理解 当一个人拥有了不失的心 他就拥有了忍辱的心呢 很简单了 他舍了呀 他能够舍的人 他怎么会不能忍耐了 他能把自己家里好的东西都给人家 人家讲他不好 他当然能够忍耐了 小气的 一个人能够施舍的人 就叫大气 听不懂啊 气量大的人 怎么会 怎么会 听人家话 听了会不开心啊 不能 不能舍的人 就叫小气 小气的人 听话们也会 小气的呀 听不得话呀 明白了吗 是的 是的 感恩师父 师父 那个我们讲的就是六都万行的不失嘛 嗯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 我自己个人的理解 就是我们有时候 舍弃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会得到更多 这种心会更加的纯净 非常更加坚定 特别我们直接越远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不失失去的东西 包括我们帮助别人干嘛的 都是 其实非常非常有种感觉 就是不失和慈戒和忍辱都是有关系的 它是一种递进的城市嘛 对呀 忍辱精进啊 对不对呀 嗯 这不是两个在里面了吗 对不对呀 好了 就是这样 好的师父 六六菠萝蜜嘛 就是说生活 生活修行法呀 它是六菠萝蜜是六种修成佛的方法呀 这还不懂啊 嗯 懂了 是我自己这样行的不好 师父啊 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其他问题了 感恩师父 师父你辛苦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我错了 我又好好的修了 感恩师父 再见 感恩师父 好 第六妹们因为时间关系了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第六妹们收听 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 明天呢 五点半到六点钟 大家拼命的播 应该能够播进来 因为看图腾 当中间隔的时间比较短 不想问问题 所以大家拼命的打 五点半到六点钟 现在呢 台长呢 因为这个是 的确也是累啊 所以 246全部改为 五点半到六点钟 半个小时 看图腾了 好 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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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